這根燈棒裡面是使用可以更換電池的 這根燈棒裡面是使用18650可以更換的電池 經過測試它大概可以 這根燈棒裡面是使用18650可以更換的電池 經過測試全出力平均可以使用70分鐘左右 還算OK啦 它也可以邊充邊使用這個USB Type-C 這根燈棒裡面是使用18650可更換的電池 經過測試全出力平均可以使用70分鐘 那你當然也可以使用這個USB Type-C邊充電邊使用 那我非常喜歡有一個功能就是Master 那我們兩個旋鈕 那我們上方的兩個旋鈕同時按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進入一個叫做Master & Slave模式 那這樣 我們上方兩個旋鈕同時按下去 我們就可以進入一個叫做Master & Slave模式 那我自己是覺得還蠻好用的 如果你有很多很多YCO年的產品 那這個模式裡面 上面兩個旋鈕同時按下去 我們就可以進入一個叫做Master & Slave的模式 那你只要有很多很多的YCO年的燈具 那上面兩個旋鈕同時按下 我們就可以進入一個叫做Master & Slave的模式 那我自己是覺得還蠻好用的 如果你有很多很多YCO年的產品的話 你就只要一個叫做Math 那燈棒上面兩個按鈕同時按下去 我們就可以進入一個叫做Master & Slave的模式 那我自己是覺得非常好用 如果你有很多YCO年的燈光器材的話 那上面有兩個旋鈕 那這個燈棒上面有兩個旋鈕 然後同時按下去我們就可以進入一個叫做Master & Slave的模式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個功能還蠻好用的 就是如果你有很多YCO年的產品的話 你只要有一個Master 其他都是Slave 你就可以快速同步你所有的效果或者是顏色 非常方便 你就不用跑來跑去去每一盞燈去做更換 這根燈棒後面 這根燈棒後面有磁鐵 這根燈棒後面有磁鐵的設計 所以你有磁鐵的 這根燈棒後面有磁鐵設計 而且是有角度調整的磁鐵設計 所以像是車子裡面 或是冰箱上面等等的 有金屬的表面 我們幾乎都可以把它貼在上面 但是如果你把它貼在一個比較光滑的金屬表面 它的磁力可能 但是如果你把它貼在一個比較光滑的磁力 但是如果你把它貼在一個比較光滑的金屬表面 但是如果你把它貼在一個比較光滑的金屬表面 它還是會慢 但是如果你把它貼在一個比較光滑的金屬表面 你就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可能會慢慢滑下來 它可能會 它可能會慢慢滑下來 或者是直接掉下來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貼在一個比較光滑的金屬表面 或者是在一個比較光滑的金屬表面 但是哪個是在一個比較光滑的金屬表面